一个朝鲜代表团星期二抵达北京 代表团随后将转往蒙古与日本代表就多项议题展开会谈 这也是双边在今年8月底会谈后再次举行的对话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朝鲜代表团是由朝日关系正常化谈判代表宋日浩率领 他在北京机场对等候的记者说 希望媒体不要发表不利对话的报道 朝日会谈将在星期四与蒙古召开 我们必须先开始对话才能知道我们要讨论什么议题 我希望你们媒体不要报道不利于这次对话的内容 一般认为这次会谈双边将讨论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善后问题 以及朝鲜核项目 朝鲜与日本在今年8月底与北京举行四年来首次对话 两国间的频繁交流被视为是朝鲜打破国际孤立的努力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